欢迎光线传媒总裁王强田先生 欢迎王总 中卫影视创始人联席总裁董俊女士 欢迎 一本影业代表胡义琴女士 欢迎 新春光线总裁张航先生 欢迎 另外呢 跟我们自为在线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我们今天在线网友非常的多 非常感谢本次发布会的直播平台 先看网 同时呢 联合了一直播 鸟拍娱乐 美拍应客 花椒直播 哔哩哔哩直播 显淡家 对于TV 熊猫TV 龙珠直播 幽童苦乐 YYLive 人人直播 奇秀直播 视觉心动 华树TV 剧饭直播 看东方美 到明星空间 魔力视频 呕哭其息 互动 为饭 赏潮看看 CIBN互联网电视 一直播 Nice or what UC头条 小米直播 百度莫比 棒直播 乐嗨直播 味饭 红布进行全程直播 大家真的很忙啊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网友 之前呢 那个青春光线总裁 张鹏先生告诉我 本场发布会 本来一定的主持人不是我 而是我们坐在下面的 张古一先生 后来为什么让我来呢 就说是因为 我们的直播网友 平台实在太多了 这段词 在他舍完之后说 念不了 还是让我来 所以呢 我们今天 鲁一先生一脸茫然 可能这个消息还没到你那儿 这位经纪人拒了 说 那我们张鲁一念这么长的直播平台词 不知道他是个数据家吗 对 所以今天呢 我们的X的立方发布会 其实非常有意思 你想想看 从平方到立方 它是一个升级 同时呢 我们的阵容 从上一次 男主角的发布 到今天的发布会 又是一个阵容上的升级 另外我们今天发布会呢 是一个关键线索发布会 我们会在整个发布会的过程当中 通过我们主角人物的登场 一层一层的为大家揭示 嫌疑人X现身当中的各种线索 和各种奇妙的复杂的关系 首先呢 我们要有请整个局的始作俑者 也传说是这个戏的大boss 虽然他并不承认 但是他今天的的确要给 我们来打个头一阵 我们首先欢迎我们的线索提供人 苏永鹏导演 欢迎苏导 戏有点多啊 我没想到他们安排的这个音乐 没事了 没事了 支持你 好久不见 这是资深的粉丝对不对 因为很久没有公开活动了 这次配件的话很开心 我抱一下 抱一下 花也是要花钱的对吧 对 你看这个偶像导演就这样子 轻易思通一个发布会 就开成了歌迷和影迷见面会 导演 抱一下这个 我们就请公会帮你拿一下 因为接下来你要以非常严肃的状态 来跟我们讲述下面的过程 是这么严肃是吗 对对对 你可以再严肃 来 花 拿走 为什么严肃状态呢 是因为首先要 先给导演换个身份 叫线索的提供人 今天我们发布会有很多线索 是需要一环套一环的解释出来的 首先来讲一下 我们的主题曲好了 对 刚刚发布好 我们也看到了网上有 罪友鹏导演 亲笔写得非常 那个我应该怎么说呢 非常儒雅 好像甚至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捐秀的自己 我看完之后觉得说 这位从小写着写得好的人 就是不一样 我们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也太模糊了 这是您亲笔写的 对 其实这个创意呢 是在这个主题曲MV发布前两天 临时有的 然后我临时接到这个通告 我半夜出去找 去买千字笔 然后去找纸写 这是一气呵成的写的吗 因为有的时候 有的人写字会断一下 觉得写得不好 重新再来 我大概写了两到三遍吧 两到三遍 这是最满意的一遍是吗 是 因为我们很多人觉得说 这个字迹啊 就是能看得出来一个人是性格 因为在这个很多探案的手法当中 字迹都有可能成为很重要的证据 所以你闻到犯罪的气味吗 倒是没有犯罪 我觉得这是一个内心非常敏感的人 发现了没有 硬凹对不对 我觉得你想多了 字迹真的是 因为你看 你把字 他因为字迹缩小了 你把字放大 其实跟这个感觉会不一样 有没有发现 苏导的字有一个特色 好 王总我先献丑一下 这个字迹呢 他其实每个边角都非常的圆润 说明这个人呢 性格的外层是非常和气的 但是呢 里面有一些笔画呢 稍入锋芒 说明这个人呢 他除了外表的柔润之外 其实内心是很丰利的一个人 你想不想看看别人的字迹 就是在网上有很多 这个超歌词的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其他人写我们这首清白的歌词 等一下 你们应该把底下打一个马赛克 让大家猜一下这是谁的字 这个写字的人就在现场 我们看右下角 我就不接这个底片了 右下角就是 这是从王总微博上摘下来的 就是王总的字 苏导 你来用我刚刚的诠释的方式 我刚刚就是 其实就是稍微的通过自己 来口白了一下你 你来口白一下王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羁的人 为什么 从哪看起来了 性格相当狂野的人 从哪看起来了 我瞎说的 没有其实王总在工作繁忙之余 其实常常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 在写书法 是 所以他的这个书法挺有造诣 对 我王总是一个非常爱书法的人 就是他写的清白的歌词 他用的是一个树体的版本 然后我们很多朋友说 王总开创了一个小小的潮流 就是树体字 然后很像清白 加上清白的话就很像横天翔写的 然后有一种不屈的感觉 有一种悲壮的感觉 好像还有其他网友写的清白的歌词 对吧 然后各种各样形式的 对 这个也是引领起了网上一个手抄的一个潮流 那我们要问一下导演 你很喜欢清白的歌词 请问里面哪句 或者哪几句比较触动你 其实我觉得歌词整体 因为是林希写的嘛 所以他本身是一个对电影理解 看过很多电影的人 所以他在写词之下看过一次这个电影 他基本上所有的细节 我们也埋着所有的梗 他一下子就全部都懂了 所以跟他的沟通不太费劲 这样 然后我倒是觉得这一次的 除了这个词写的好 还有音乐做的好之外 还有我们的MV其实简单很好 是 对吧 除了这个MV之外 我们要注意到 我们这首歌的词是林希曲 是常诗磊 然后演唱者呢 是好久没有出山的陈杰宜 是 然后也是一位天后级的 非常美妙嗓的一位女歌手 也为我们这部戏来献唱了 所以也是隔空谢谢陈杰宜 是是 谢谢 然后这首歌呢 现在也正在这个歌大网站 大家都可以去听到了 然后大家听完觉得好的话 可以来分享一下 那说完歌之外呢 我们要来提示重要线索了 今天是X的立方 也就是说 他是一个升级版 那这个升级的人是谁 他也是线索的提供者之一 他是一个借在两个男人中间的女人 你可以用一些形容词 来形容他好不好 对 然后形容他完了 结果把他倾上台来 来 这是一个这个 明眼不可翻误的女人 第一个明眼不可翻误 对 然后 三个至少三个 这个 演技光彩照人 演技光彩照人 对 然后这个 敬业不可直视 敬业不可直视 你们听这三句话 考试了我 不可翻误 光彩照人不可直视 就是看了他一定会被闪向 是 就这么一个人 就这么一个人 来导演 来请出我们今天这位重要的线索人物 有请线索人 林欣如小姐 欢迎欣如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我们给你先表个盘旋一下 没挂板 大家好 我是绿欣如 欢迎欣如 我们也有花 有有有 有有 谢谢 谢谢 这也是粉丝 谢谢 来 我们欣如也可以拿着花 先拍打个照片 因为这是粉丝的心意 好 来 看一下前方 好的 谢谢我们工作人员麻烦拿一下 谢谢 谢谢 好 欢迎欣如 今天特别的难得 因为虽然我们对两位站在一起的画面 比我的面 是相当的熟悉了 但是在这个电影当中 是两个人第一次为电影登台 对不对 欣如 在这个电影当中 对对对 第一次合体是吧 第一次 其实以前有过很多工作的合作 这是第一次以导演和演员的身份 是 对 这个身份其实我们要先来跟欣如聊一下 这一次有不同的合作的身份了 然后整个感觉怎么样 对于苏导演 就是没有想到跟友鹏当了 差不多快二十年的朋友吧 对不对 第一次就是以导演跟演员的身份合作 然后就很怕这次合作完 就大家再当不成朋友了 现在还没有拉黑对方吧 将近有一度即使要 有一度快 因为大家真的太严格了 严格到我就 好倒人烟的处女座 好 我们处女座专门会有一块时间 要好好的给你吐槽 我们开KILLY就在时间 没有 我的真的处女座 只针对苏尔鹏本人 跟其他处女座无关 我们要对他入座 就是他真的非常的严格 然后要求也非常的多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 这不是我认识的友鹏 他走错剧组了 对 然后第一天我就想下车了 虽然说第一天就想下车 但是你看现在不还站在台上吗 对不对 说明这么多年朋友不是白交的 对吧 是 而且假 对 而且这一次心如是挑大秒 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女性角色 是一个很纠结的女主角 这也是你今天带来的线索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好 这是心如的这个单人版的海报 好 来 我们回到中间没有关系 没有 就配合着这个海报 我们就来聊一下 因为我有视频 但我站好远 没有没有 因为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个角色 里面的装扮和发型 其实跟心如现在的样子不太一样 对 其实几乎是一个素颜出演的角色 能介绍一下这个角色的一个特举吗 心如 她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乐观开朗的 一个单亲妈妈 但是我觉得就是命运 就不停的有一些磨难 找上了她 可是她还是非常坚强的面对这一切 是一个经历磨难的单亲妈妈 而且看男人的眼光不太好 老是遇错人 总是选错男人 这跟生活中的林青龙不太一样 差很大 差很大 挑战嘛 然后呢 重要线索就是纠结的女主角 重点是纠结 怎么理解这个沉浸这个角色 纠结的点 就是她其实内心背部了非常多的东西 然后都是在心里面 脸上又不可以露出来 脸上永远是 要什么什么便当 要买什么招牌便当之类的 所以所有的戏所有的感情 全部都在她的眼神里面 而不是在她的面上 就内心是很多暗潮汹涌的部分 很多纠结的 很多纠结的部分 它的纠结部分有感情的部分 还有其他的部分吗 有这个戏里面的内容 有感情 然后有亲情 还有很多的线索吧 可以这么说 对 那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戏里的纽带 很多事情是因为它发生的 导演是怎么看待沉浸这个角色的 给大家诠释一下 其实我们这一版的沉浸跟小说 其实基本上人设是差不多的 它就是一个 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苦命苦情的女子吧 对 条件很好 然后可是出身不太好 然后看男人的眼望不太好 所以总是遇人不孙 然后一直到有奇特的事件找上它 它从此命运走上了另外一条岔路 等于说 它的这个整个人生的过程 联系着这个戏里的其他角色 包括鲁一演的王台演的 他算是一个纽带 对 他牵动着另外两个男主角的关系 好 这是一个角色呢 在演的时候可以见得是非常的过瘾的 因为谁不想演一个 可以让男人 就是玩弄男人与鼓掌鼓鼓鼓 这个话有点不对 但是其实 对 但其实这很多事情是因它而起的 而且他演这个戏的时候 好像还有很多很多的 对新鲁来说 付出很多情感的感情戏在里面 对吧 戏里面吗 有没有很多 戏里面 戏里面 有啦 就是想表现也不能表现得太多 对 可是我们的电影大概处理得比较凡序 对 所以就像刚刚欣如说 其实很多表演是要收着眼的 嗯 好 那这个接下来呢 我们会在导演吐槽那一块 来好好再讲一下 我听到强调这一点是什么意思 因为今天就会做成一个大新闻 对 应该把所有演员对导演吐槽 做成一篇文章 对 我们来集合一下演员们的各种意见 除了这位纠结的女主角之外 接下来我们要上场这位线索人物 也非常的关键 她是整个在戏里面整个局的大BOSS 对 应该是 她是一个B局的组织酒 我们接下来有请 石鸿的扮演者张鲁依 欢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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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不用 没关系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不用不要给他 不要 不要 让他装 不要给他 不要这样 还有 这女生上来说我都懵了 第一次上来送花 有人说不要不要的 对 好 好 来我们欢迎张伟一 然后呢 刚刚也说您是线索人物 我们也请大屏幕放一下 这个线索人物的关键词 好 来看一下 第二个重要线索是 高智商的邻居 好 来 好 我们怎么样解释这个 高智商的邻居 首先要讲一下邻居这件事情 是谁的邻居 我的邻居 高智商的邻居 陈静有一位高智商的邻居 我的邻居 对 不是你自己不可能做自己的邻居 除非 除非你觉得 哇你在挑我们数学天才的这个逻辑毛病 对不起 很危险 我告诉你 他现在还没有回到数学天才的那个败手里 现在还是张鲁一本人 对 邻居是沉静的邻居 对不对 所以这两位男女主角是一个邻居的关系首先 是 是 那高智商是什么意思呢 高智商体现在哪里 你不懂吗 所以啊 我是高智商的邻居吗 你也可能是个拖线的邻居好不好 确实是拖线 他其实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数学天才 所以高智商他是在于他在跟处理沉静 他身上发生这件事情当中写出来的高智商吗 对啊 嗯 有哪些细节可以证明这件事情的 可以现在可以透露的 不可以啊 这位导演说不能剧透的 不能剧透 什么都不能说 什么都不能说的 对啊导演 那我们讲点能说的好不好 嗯 对 加上王凯 现在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邻居 对啊 三角关系懂了吗 确定是三角关系吧 你觉得他太快疯了 没事 那个 我是快疯了 好 收 其实呢 对 我是住在他旁边的邻居 陈静住在我的右手边 我住在陈静的左手边 我的书桌旁边的一道墙之隔是他的浴室 那你听过有一个叫匡横凿地的一个 对 然后 其实我们那栋房子的隔音不太好 我经常可以听到旁边婴儿的哭声 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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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拍完都不知道有婴儿 灵异世界 陈静也不知道哪来的婴儿 对 对 我说火了火了 和和真人火了 对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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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他其实不只听这一户 他也听另外一户 他也听你知道 楼上他也听 哈哈哈哈 真的坏 另外一户是白子花的声音 哈哈哈哈 没有是电视里面 在放电视剧吧 哈哈哈 然后 然后 对 我们 我的邻居是一个坐席时间特别规律的人 他每天早上会定时 出家门 然后每天晚上会定时回家门 你还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 你 对邻居这么好奇 你是爱他吗 还是对他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要离管 开车只是因为邻居很小 但是就是因为墙壁太薄 不得不听见 是不是 对的对的 嗯 所以 呃 这两个决策在戏里面很有意思 首先他们是邻居 因为 这个 一墙之隔 然后听到了某些声音 然后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 那 除了跟全境之间的关系外 还有一个跟王凯 王凯上一次我们男主角发布会 已经介绍过了 然后我们也特别捡了一个 王凯和张如仪的电影的魂箭 我们来 再来看一下 好 来 这位是我们一道开店的 多好 多好 我以为自己已经会得够长了 坚持 好多 但是总会有些人让我对这个世界 有了新的认识 你是我吗 你瞧 我们曾经遇见我了 为了避免消息走路 行动之前这个消息的目标 不需要任何人知道 我看不到他们到底 怎么想的 谁看不到的 我这就能不能 quote 人家 你能不能 让我去 让我说 就 你 我 你 你 你 沒辦法我們比賽 中間的一個關鍵人物 但是接下來這位線索人物 如果沒有他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不會發生 其實最最最源頭的原因是因為他 我們接下來要優騎 也是我們首次參加發酷會 扮演電影當中 恩西這個角色的 這個電影當中 女兒這個角色的演員 歡迎恩西登場 我們十二歲的少女藝人 我們歡迎 十二歲哦 我們要真的鼓掌一下 現在孩子長得真高啊 自我介紹一下給大家 大家好 我叫恩西在姐姐X先生裡面 我實演的是成績的女兒小欣 拍戲的時候她都沒這麼大 又長大了 對啊 我才幾個月沒見了 也都長大了 小孩子就長得快 真的 恩西來看一下你的線索關鍵詞 我覺得你一定會喜歡 利大無窮 利大無窮的女兒 這個就有點費解了 為什麼叫利大無窮 你跟我們解釋一下好嗎 就不能劇透吧 當然 就能劇透嗎 你自己看著辦吧 因為重要性子 不能劇透啦 也太直接了 你學學魯一叔叔 你看他是怎麼解釋的 叫他叔叔小燕 他把你給 我是因為要按小胃的腳 你是喊魯一叔叔還是魯一哥哥 平時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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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愛你 你也好意思 好 那個魯一哥哥 讓魯一哥哥替你介紹一下好不好 為什麼叫利大無窮的女兒 因為 喊利大無窮 然後呢 我們兩個掰個襪子 預備 開始 平時就會這麼紅 想著玩的 利大無窮啊 我跟你說 利大無窮其實很有深意的 在電影當中 這個女生 因為利大無窮這件事 引發了一些事件 我覺得沒有看過書的朋友 其實可以記住這個點 你在這個電影當中找一些線索 但是呢 要說到恩希這個 這個扮演的小胸這個角色 他其實呢 跟媽媽的感情 其實蠻令人 在這個電影當中 會很關注的 因為這是一個單親家庭 所以在戲裡面 你跟這個 心如姊姊扮演的沈靜 之間是什麼樣的一個母女關係 很好的 媽媽所做的一切 都是為了她 就是如果沒有這個女兒的話 所有一切事情都不會發生 你就是一個保護神 保護神 所以我覺得小胸非常幸福 因為她可以有一位 這樣的媽媽 她的家庭其實也 就 就很單純 媽媽也很保護她 但是我很好奇的拍戲的時候 因為 這個 這麼大 姑娘突然喊心如 喊媽媽 你看著心如姊姊喊得出口嗎 喊得出口 她那會兒因為還少 在電影裡面呈現真的還好 可是她現在有點小女人的樣子 對 她電影裡面真的像小朋友 長大了 對 因為 因為 那個 我想問一下 那個 恩西 你呢 看到心如姊 現在因為你長大了 大家看你是不一樣的 你現在還能喊得出來 媽媽 這個 這兩個字 回到戲裡面就開心 你自己看著判斷 其實我覺得她是喊得出來了 媽媽 為什麼要喊呢 因為我們有一個重要的海報 物料要喊 就是母女版的海報 這是 第一次 兩位同荒 然後 有一個海報 就是 還有一個重要的一個道具 就是手上這個 對 對 電線 人家是在玩翻繩 真的 最近你們自己找她 我真的有辦法 這把電線我真的上台要勒死你 這個 看起來兩位的表情 很驚恐的樣子 好像遭遇了一些事件 這也是 無法劇透的一個內容 因為 這其實是兩位在戲裡面 一開始就有的一個情緒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個情緒 但是我要問一下 演心如 演媽媽的感覺 因為 這個 演這樣子一個母親決策 對你來說 或者以前的這個決策當中 應該沒有這麼特別的體驗 有沒有說 我以前也演過母親的角色 只不過這一次這個母親 就是更不一樣一點 以前可能都是 就是 比較不是把那個 注意力琢磨在小孩身上 然後這一次就 真的完全是表現 表現我們兩個之間的感情 然後這個媽媽怎麼樣 要堅強勇敢來保護她的女兒 對 那如果說 在選擇 出現危險的時候 你會選擇 犀牆自己 去保護小孩嗎 我想作為跟母親 應該都會怎麼做的 是最近體會比較深嗎 我覺得人生有不同的階段 對於演員來說 最幸福的階段就是 在你一個 進入到一個合適的階段的時候 會接到一個 跟你當下心情很相同的角色 就對於演員來說 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那時候更感同身受 對 心裡面 其實 扮演的是一個 特別勇敢 特別偉大的母親 其實犀牲姐本身 來到我們這個戲 其實也是一個 特別勇敢 特別偉大的一個演員 因為確實 她給我們這部戲 帶來的是一個驚喜 也是 我們特別大的一個surprise 因為大家都知道 那個時候 犀牲姐正好在懷孕 所以她在有孕在身的時候 來參加我們的 這個拍攝 對 我這個 音樂高那麼傷感 特別感謝 我覺得 今天在這個地方講這一段話 其實是非常非常 臨時有感而發的 因為她肯定在拍戲的過程當中 會對她拍戲 拍一些 這個 大流淚的戲 或者感情的戲的時候 會覺得有一些心疼 或者說你覺得 有一點虐她的時候 會有一點不忍心 所以剛剛講的這段話 我們也謝謝魯儀 替我們講出了心理話 謝謝 謝謝 那我們 這個戲的部分呢 就暫時聊到這兒 我們接下來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預告片 叫做關係版的預告片 然後我們可以請大家 一起到台下來 好好地看一下 好不好 來有請各位先回座位 謝謝 上手的專輪判斤 沒有自信其他問題 是去他們的訓練 我們的六叔低考的一方 學家隊的多 今天是最聰明的一方 七十畢業以後 我幾次想找你 都沒中途 這麼難了嗎 一個朋友 幾年天在這碰到嗎 跟他熟嗎 沒什麼待望 陳靜 住在舊城區的一棟老樓裡 住戶不多 如果打擾到您 記得告訴我們 住戶 他就住在那邊 下期版都是圍繞數學界 每天規律的行為模式 是他這種人的做事風格 激情的愛情對他都不足 你呢 留在大學管一間實驗室 沒忘了我的比賽 不知道你公里推不明 前兩天在和一邊發現一具尸體 是你的前鋪腹肩 我真的很怕 越是重量 只有現在的越是 你可有大綱犯法 完美的犯罪 存在嗎 你們對真相一無所謂 到底在追求什麼 真相和意義又是什麼 你好像還藏著恨度 我不知道 你好像還藏著恨度 有些問題看起來很簡單 卻難以解答 好 好 謝謝 這是我們的關係版的預告片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玩一個這個小小的情懷沙 因為大家都知道 蘇柚鵬導演和林心如是多年的好友 接下來呢 我們要這個環節叫做 有一種友情叫蘇柚鵬林心如 有請兩位再度登場 有請 聽到這歌 我們是 趙薇也來了是吧 來來 兩位正見 這個聽到這歌 我們是覺得突然 這個心裡緊 好像想 回到了暑假看電視的感覺 兩位 你們倆在聽到這歌 還有感覺嗎 就是當年那個第二劇 還 還行 還行 那個 兩位的 這個關係 其實沒有我們想像的 杜菲和儒品 那麼膩外 這兩個人其實應該是損友 對吧 我們有非常多的證據 可以證明他們倆是損友 首先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 這個 各位 搜集的網上的證據 我們這樣 先看一下吧 這個趙薇 薇姐發了一個微博 這是電影 前一人X的官方微博 出的這麼一個 改拍的視頻 然後那個導演轉了 趙薇說什麼呢 好可憐啊 你哭得那麼慘 拍完揍導演了嗎 到影院給你擦擦眼淚 艾特勒的靈心舞了嗎 這就說明 其實在電影當中 導演願意滿身的 然後還有一位好朋友 然後 書齊 也是 都是投訴導演 拍戲的時候 太嚴厲 太認真 不拿友情當友情 隨意踐踏友情這件事情 我們要請導演講一下 蛤 你要請導演講一下 要辯白一下吧 踐踏友情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辯過 踐踏友情第一部 就是拍戲的時候 不把朋友當朋友 是不是 六親不認 不是不把朋友當朋友 就朋友都不認了 7月也不認了 就是她真的非常的投入 然後就是 就是很嚴格 然後很專注在她 她自己的那個 大的螢幕裡面 氛圍裡面 在她的帳篷裡面 對 我也很謝謝這些朋友 拍方法 但不只欣如也 謝謝如意還有王太 就因為我在整個拍攝過程 基本上算是個瘋子 有點 是有點六親不認 我只希望這個電影好 所以過程裡面 如果 謝謝 謝謝大家包容 最後完成了這個作品 謝謝 真的很辛苦 你看導演現在在這裡 非常客氣 認真的說抱歉 對不起了 把你們躍得太深了 拍戲的時候 可不是這樣子喔 拍戲的時候 不管對方已經是不是 真的演得累的不行了 他都可能說 有一點點細節不對 他都會再來 對 是不是很好 但是 你會不會覺得 剛剛那個 你眼神飄了一下 我這樣 我就整個翻白眼 你知道嗎 可以再來一次嗎 我這樣 再來 我覺得這一次 沒有上一次好 你剛剛手又動了一下 我說我沒有故意動耶 他說可是 沈靜不會這樣子 我這樣 我又翻了一次白眼 他對於那個 小細節的那個追求 非常要完美 是到可怕的程度嗎 是 你應該記得最多的拍的 鏡頭的次數嗎 記不清嗎 二三十次有 啊 是發生在你身上嗎 是的 真的嗎 像馬威我覺得 就是我第一天 真的真的 真的受謊 真的 哪一個的三十條啊 就 我不知道好多個 就第一天啊 我們在那個 在我家的時候 光航是個開門進門之類的 所以沒有拍三十次 請 對請 警察要他 你自己演一遍好了 警察登門入是要來那個 要來搜尋他這樣 他光那個 他警察很壓力 請 那個動作 你這樣也很不自然啊 他一直說 我那個請得很不自然 他說 通常人家不會這樣請 我就請給我看 然後他也這樣請 我說你也很不自然 但是我心裡面默默講 我是沒有說出來 所以後來這個鏡頭剪掉了 所以沉編裡是沒有請的是嗎 這就是跟導演做對的下場 我這樣演的 我真的很生氣了 我有點生氣了 真的 就關鍵是你看這部動作片 還可以剪了 沒有 我回去看還是覺得很不自然 我就把剪了 白眼了 重點是他演給我看 我真也沒有覺得他演得多好 哎呀真的是 對啊 我覺得只有可能只有欣如 才會這麼大咧咧的 直接講所有朋友 知道為什麼要找到了吧 其他交情不夠了 真的不敢請 就走了 真的 我請 每一半就會 班尼就會走了 這是一貫常態 因為你看欣如 如果我們還會客氣的說 啊孫夢導演 你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呢 如果換欣如來講 我說這真的是事兒 所以他們之間的關係 就是互對互損 我們也最近在網上 搜集了一些他們的 在公眾面前的 可見範圍內的 這個互對的一些內容 肯定私底下有更多的 這我就不用讀了 大家看一眼啊 最近這個微博上傳得特別兇 我特別喜歡這個形容 解開林口在藏椅上攤著 像死了一樣 就是到什麼程度 你叫死了一樣啊 好 來 還有嗎 還有嗎 就這個是什麼 來 我們有的話 多放一點 這個是導演 怼心如的 說他有些奇怪的癖好 跟他本人有點接近 好 那時候開玩笑啦 那是我主演的一個電影 然後他來幫忙客串 所以你們怼的事情太多了 對 沒了 還好 太多了 所以這都不算狠的是嗎 這個互怼的基礎是什麼 是對方永遠不會生氣 生氣也不管 我求證一件事 其實算了 說友朋導演生日的時候 然後新聞會卡在零點 發微博祝福 但是信不過生日 友朋導演都能十三天再說 亂講 反過來了 應該他 我生日的時候 他都是零點祝福的 基本上是 你看他生氣了 黑的我都沒有辦法解釋了 看人品有多差 這樣叫黑米 有那三天我發給誰啊 發給另外一個人 你其實在微博上寫一篇 好好的再重寫一下 解釋一下 沒有 他都是零點 我也還滿準確的 對 所以說雖然互怼 但是重要的事情 還是不會忘記的 但是呢 互怼的這個友情之後 其實是深深的起密 大家從一開始就知道 兩位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時候 就是在環珠格格 然後後來是秦深深女萌萌裡面 秦深深女萌萌裡面 我們發現杜菲跟儒萍 永遠都是一個想追求 和得不到的關係 所以呢 我們也特別總結了一個 儒萍和杜菲之間的一些小花絮 我們來回味一下好不好 來 看一下大屏幕 告訴你一個故事 我的名字是永齊 算年了呢 我比你的大姐 應該算是你的五哥 您這一句五哥 雖然只有兩個字 對 卻有千斤重 對 卻有千斤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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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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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欣賞 好 好 飞来恨过的飞 傻瓜 笨瓜 河带瓜 三个加起来 这连过也不配合 干嘛占给你自己了 在我心里 你是非常聪明的 花青深深月梦梦 时间绝在 你看看你 只能用掉了 刮着那个大眼睛小嘴巴 身材比例又好 小孩又个性又好 你幸福都没有你的一半 说了吗 如平今天是十九岁 我们今天大家约定 如平三十二岁生日的时候 我们大家还会聚在一起 帮他过生日 我们原班人马一个也不少 生日那一天都在台湾 我都在台湾 那我生日的时候 结果我就 我们在吃饭的生日的时候 突然就有人开门进来 我一看 我那大天 非常开心的 冲过去抱他一下 然后就觉得真的很感动 就是一戏两个字 这歌 这个 是你有点耳熟 害我都想啊了起来 大会不知道转型很难吗 每次播售我歌 我就被打回原型知道吗 更让我想到的是 你现在竟然从演员 转型为导演 还入为了今年金马奖的最佳新导演 真是让我跌破眼睛 有必要这样吗 大话都不全不与伤 我愿意以为你只是一个 长得比较不怕的会赚钱的 情人 没想到竟然变成了制作人 竟然还得到今天金钟奖的 最佳戏剧节目奖 我才是下了一套 谢谢你 怎么样 需不需要我们分享一点 武器给你 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 请问想怎么变 我希望如果有一天要早拍摄的时候 可以找一个 好好睡知报 还能一定会让你用的一个 文贺先生 如果你要听我做这个指导演的时候 就不要要我这样 哈哈哈哈 嗨 我希望如果有一天要早拍摄的时候 可以找一个 可以找一个 好好睡知报 可以找一个 这个以前吧 这个开车 对 这个发展 对 这个发展 但我们的表演会很大 好 不着急 好 我们还要看一个短片 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是一个历年来的这个 友情魂简 接下来给大家看到的是一个 如瓶和杜菲送礼小短片 看完就知道了 我要送什么东西给如瓶好的 一定不能送很多东西 要别出现在 不露所套的东西在这 这些东西都太熟悉了 怎么看不上乌丁了 好 没有啊 这一台水果 是我们挂了一个上 旁边搭起小家才找到 然后 这是蛇 这是苹果 这是芒果 这是奇异果 还有 这个是药果 这是臭素的 还有 这是一袋糖果 也是臭素的 这一面还有 荒果 干果 草果 天仙果 杜菲 你这是干什么呢 我买这么多果 除了是想找到一种果子 找到我新果子了 什么果子啊 就是你名字里面 上面的那个字 是 我 对啦 我得找苹果 对了 我得找苹果 对了 我得找苹果 看苹果 哎 苹果 对了 我得找苹果 快追啊 喂 哥 放這類股還給我 哥 放這類股還給我 那是我的類股 不是你的晚餐 開場苦瓜 南 這個有香瓜 南瓜 有西瓜 還有滋瓜 還有這個是黃瓜 還有這個是 苦瓜 苦瓜 你到底在幹什麼 我買了這麼多瓜 就是為了要找一種瓜送給你 你又來了 阿辰 你是在找傻瓜 你怎麼知道 你真是太聰明了 簡直是我的自己嘛 傻瓜在這裡 這是我花了無數個晚上 不睡覺 偷偷雕刻的 刻畫了無數的瓜 才完成了這個 我把這個傻瓜送給你 希望你看到他 就忘掉所有的干擾 你 你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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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來 來 趕快採點野花 見到如瓶 你可以浪漫一下 不涵算 算了吧 不涵算 不涵算 這小極浪漫的事就好了 涵花沒在自然 如瓶沒在天真 你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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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只好還 最難看的東西 送給最美麗的人 我最喜歡的紅鴨子 你看 這隻鴨子 紅的象鞋 就代表我的心血 連連第一都化成的鴨子 這些鴨子就是我 有點傻 有點呆 有點笨 但是我不會放棄 我會不會放棄 我會不會放棄 你為什麼要這樣嗎 你老是送一些錢錢 乖乖的東西給我 我跟你說了 我不能收 收不起嗎 你還是一人送一支 我愛你 送你傻瓜 真的我覺得 這個兩位 被迫在台上看了一 這麼久以前的表演 面試一下自己以前的演技 對 兩位一直在交流說 天哪 怎麼 當時是這樣子的 對 但是呢 說到如瓶 和杜菲 這是我們非常喜歡兩個角色 但是我們更喜歡就是 杜菲一直在這個戲裡面 對如瓶是 感情是欲求不得 而且一直送禮 最後禮都沒有收下來 都用各種各樣的緣由 然後就出現了狀況 就消失了 可是我現在看那個劇情 我覺得如果我是如瓶 我也不會收啊 我也不會收啊 都是什麼東西 你們這些什麼怪東西啊 對 應該是個道具師傅啊 杜菲這個角色 今天呢 我們就認認真真的 準備了一些禮物 讓索爾鵬導演 再認認真真的送一次禮 這次一定要送成 好不好 那我們請工作人員 把這些禮物都拿上來 還先翻桌子 真的那麼多啊 我們準備了 如果 傻瓜 你覺得小時候他沒收 長大他就會收嗎 傻瓜 傻瓜 傻不傻 越活越回去了 這是傻瓜 肋骨 鴨子 給大家看一下 鴨子在這兒 哎我天啊 還限期的鴨子 這也你在哪兒 好 來 也是用心良果 還有芒果啊 有 這是如果 然後這是傻瓜 你看你別刻了一個 你們也太簡單粗暴了 趕點時間刻一下行嗎 好 導演 嗯 杜菲是一個很淒涼的角色 最後愛如瓶還是沒有得到 那如果 十哥這麼久 讓你再送一次 如瓶禮物的話 你會送哪些給他 你選一個 你覺得最 現在最想送給他的 唉 這些實在都拿不出手啊 我把這個電影送給你 哇好會說話啊 對 把這個電影的成果 那個送給你 票房嗎 成果 票房只要問老闆 不是問我 我以為是這麼大氣 票房分成直接在台上盤 然後直接 我直接分他了就好耶 沒想到我哭起來就一招 對 除了電影之外的 你有什麼實體的禮物 實體的禮物 我覺得是紅鴨奴 他那個 色還沒乾 肋骨 送你一個苦瓜吧 你在拍戲的時候 受了這麼多苦 讓你這樣這樣活 真的能夠這麼 好怪喔 這個理由實在 有點聽不下去 對啊 我也接不下去 很難接 那怎麼辦呢 送你一個傻瓜吧 這麼傻來接不死 就是這個禮物對不對 哈哈哈哈哈哈 好冷耶 不知道怎麼辦啊 那這樣 你確定這個禮物是嗎 好 你們就拿這個傻瓜 開個照片喔 那你要送鴨子 要說什麼呢 啊這個鴨子 這是洗澡的時候 浮在水面上那個啊 對 好好不好 送給你們家的 好的 小玩具是不是 是的 洗澡的時候的小玩伴 等一下那個氣還沒乾淨 來我們拿著禮物拍張照片 來 血腥的 血腥的紅鴨子 真的 真的 來我們見證這個歷史的一刻 杜菲再度送了一隻紅鴨子 給儒平 奇怪的是儒平居然收了 血腥的紅鴨子 但是我覺得坐在台下的石虹 張魯依能看得下去這一段嗎 看得下去 看得下去 好 好 我們終於在台上圓了杜菲的夢 好 給儒平吧 送給儒平的下一台 下次請送乾的 好 沒乾了呢 好 這個我們也請工作人員幫忙拿一下 這個送禮物的環節呢 就到這兒了 草草的結束它吧 接下來呢 回到我們賢1X先生這部電影當中 我們在這個戲裡面呢 有錯綜複雜的關係 接下來我們要拍一個人物關係圖 我們要再度把張魯依請到台上來 還有我們請工作人員拿上我們的箭頭道具 來 張魯依發威魔 你是新浪派的嗎 我們也把王凱做了個人心力牌 我天 王凱 都沒反應啊 王凱 王凱 你們就欺負王凱人心力牌 就這麼懟他 好 那個手上拿的呢 是我們的關係 呃 詮釋的這個關係箭頭 呃 大家可以選一下 符合這個 人物的關係的形容詞 我們自己是不是 對 我們先請導演選 導演 導演 導演可以選一個 這三個都符合我耶 我只選一個是吧 可以 你如果拿得下的話 你可以多拿 那就都拿給大家看吧 好 X X的立方就是我組的這個局 就是導演的 X只有我 不是寫一人 好 來 這個箭頭 這個 X的立方 666666 好 那魯一 魯一來選一下 你的 你的形容詞 你先解釋一下 導演這什麼意思 這還用解釋嗎 6是幹嘛呢 我讓你 欸 你說你的粉絲讓你多發微博 是真沒錯 趕緊去網上瞧瞧吧 很厲害的意思 6666就是網上很厲害的意思 你就很6 什麼 發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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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一去網上多逛逛 就知道666啥意思了 好 那個張魯一拿的是 只要你幸福就夠了 他引起了我的注意 鄰居不熟 這三個箭頭 應該指向沉靜的 對不對 對啊 對 所以你指著王凱 啥意思嗎 沒有啊 你這樣 你跟導演換個位置 你站在這個位置來 好 這個箭頭是指向沉靜的 沉靜 對 那由於王凱的今天 只能是人心立牌來 你幫他拿一下這個 他好多 都是他的 對 這也是他的 這樣 好 你可以給王凱選一個就行了 好 我們選一個吧 這樣好拿 這樣好拿 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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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一起來拍個箭頭關係片 然後導演那邊拿著箭頭 然後心如這邊的箭頭 上面寫的是 只要買招牌 X的地方 只買招牌便當的回頭客 他好像每天穿的都差不多 好 我們現在這個人物關係圖 擺出來之後呢 大家相對來說 更方便來理解我們這個電影當中的關係譜 來 各位看前方 好 好 我覺得很可怕的是 魯伊對這個王凱的人心立牌很感興趣 不如把它送給你吧好嗎 我們不用經過王凱同意 好的 謝謝謝謝 我們請工作人收一下台上的道具 然後再上一下 我們X的經典道具 就是我們那本原著的書 來 老王 拿著布衣走 哈哈哈哈 上一個發布會呢 兩位男主角和導演 就著我們那一本 這個 《嫌疑人X》的先生那本書 拍了很多照片 今天我們要給三位一點任務 這個書呢 首先我們要請 心如單獨拍一張 從書裡面走出來的畫面 因為人家都說話中人話中人 陳靜這個角色是書中人 好不好 先請心如來單獨拍一張 哇 好像好重的樣子 是 好來 所以我要站在 心如要站在這本書的 這個位置 空白的頁面裡面 因為你是書中人 然後我拿著這個畫筒 嗯 心如現在你又回到 沉浸這個角色了 沉浸這個角色在書裡面 會有一個什麼樣的 人設和狀態呢 他的情緒 他的感覺 他的 心歪樂 他的愛恨情仇 都在心如現在這張照片裡面 都在心如現在這張照片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來 我們看一下前方 好看一下左邊 好眼神照顧一下右邊 好 心如 一個人在書裡很孤單 我們請有朋友來陪你 我們請 書裡沒有的四位彭導演 來 有彭導演 歡迎杜菲 杜菲和全靜 來 導演要站進書頁裡面 對 對 好 來 兩位看前方 不去返 愛 沒人到 只剩 是 我 是 又是一個歷史的時刻 從第一天拍攝這場下車的林心如 從第一天拍攝這場下車的林心如 居然在現場又答應了四位彭導演一次 居然在現場又答應了四位彭導演一次 說未來還會有更多歷史的時刻 去拍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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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 我誤解了 我誤解了 哇 兩位真的 讓我們感受到了滿滿的回憶 這是一個新的同框畫面 好 來 我們接下來再加入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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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帶上王凱 是嗎 好 我們稍微過來一點 好 不打個協議人 這個 感覺 乖 乖 來 這樣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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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議這樣子 我們讓王凱 我們讓王凱的 王凱 王凱 我要打開王凱 你動了我一眼 哈哈 來 三位一起哈 四位 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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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我們接下來呢 請友朋導演 簽著 扶著王凱 先出話 我們來看一下 一定要把王凱拿走 為什麼 老師說什麼 說什麼 說什麼 好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支持 閒議人 指的先生 謝謝 我們接下來要拍的這個畫面 是石虹和陳靜 來 來 好 陳 陳靜和石虹在 這個書裡的關係 兩人之間的眼神交流 是什麼樣的情緒 哈哈 好 我們不笑 好 我不給你帶來影響 來 有沒有一個戲 已經殺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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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演不管用啊 哈哈 來 導演請 哈哈 再回來 我們加上小NC 一起來拍一張 那個 這個 母音 還要王凱嗎 沒有 很請王凱 好嘞 好 現在我們看到的 是非常 完整的 現役MX先生的成員 然後 大家也要記住 我們的上映日期 我們提到了 在3月31號 3月31號 提前 我們就可以看到 嫌疑X的現身了 來 往前方看 看一下左邊 好 再照顧一下 右邊的鏡頭 王凱雖然沒來 還這麼強勁 好 謝謝 非常感謝大家 我們嫌疑X的現身 X立方的關係發布會 到這裡就結束了 到這裡就結束了 來 我們最後請 孫黃導演 跟大家 講一句話 因為我們馬上就要上映了 這應該上映之前的 這個 這一次非常重要的發布會 有什麼話想跟大家講呢 3月31號電影院見 謝謝 非常簡單的 希望大家能夠 然後在3月31號去電影院 驗收我們的成績單 謝謝各位媒體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呢 請我們的工作人員 準備一下專訪的環節 也請我們工作人員 帶領我們的各位 主創休息一下 謝謝大家 沒有人管王凱嗎 沒有人管王凱嗎 沒有 張獨玉你 大部分一結束 就把王凱在這兒了 真的嗎 就留他獨自在這兒吧 咦 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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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 有毛病啊 有毛病啊 等一下我還燒 你先下去吧 沒有這樣好嗎 沒有沒有 沒有 有牛啊 你還有著吧 有魚的嗎 好好好